欢迎大家收看澳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谢谢 莱顿 为什么澳大利亚男子网球世界排名前100的人数飙升 世界顶级肉类供应商不应加入纽约证券交易所 英国议员敦促 官员表示 后院鸡设里的长相滑稽的鸡实际上是一种有灵的捕食动物 电池金属价格暴跌导致矿山关闭和交易停滞 我不受喜欢 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女选手表示 不给她奥网外卡资格的决定 让她感到个人受到了冷落 请大家收看 莱顿 为什么澳大利亚男子网球世界排名前100的人数飙升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男子网球正在经历复苏 有8名选手进入世界前100名 超过了西班牙、俄罗斯、意大利、阿根廷和英国 这是自1998年以来 澳大利亚男子选手在前100名中的最高数量 这个国家的成功可以归功于戴维斯杯队长莱顿、修伊特的文化变革 他推行了没有混蛋的政策 并在球员中建立了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 这些球员以他们的努力和决心而闻名 并在场内外相互支持 像亚历克斯、德米诺尔这样的球员的 成功激励着其他人相信他们也可以取得类似的成绩 澳大利亚球员提供的支持网络 帮助他们应对寻回赛生活的挑战 澳大利亚男子网球处于一个强势地位 前景光明 世界顶级肉类供应商不应加入纽约证券交易所 英国议员敦促 彭博社 一群英国议员计划敦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阻止巴西肉类供应商JBS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 理由是该公司的做法威胁到逆转气候变化的努力 JBS已经寻求在美国上市超过10年 此举被视为获得更广泛的机构投资者的关键 该公司承诺到2025年 在亚马逊和塞拉多地区消除森林砍伐 并计划到2026年实现该地区养殖牛的全程可追溯性 官员表示 后院鸡舍里的长相滑稽的鸡实际上是一种有灵的捕食动物 雅虎 在澳大利亚北部的Kipiosboro的一个鸡舍里 发现了一只三英尺长的鳄鱼 起初 居民们以为它是一只鳄蜥 但仔细观察后才意识到它是一只小鳄鱼 这只爬行动物被捕获并送往野生动物收容设施 据信 该地区的大鱼导致了这只鳄鱼的异常行为 电池金属价格暴跌导致矿山关闭和交易停滞 彭博社 能源转型金属价格的急剧下降 包括鲤 涅 河谷给采矿业带来了混乱 由于对供应过剩和电动汽车 Els转型速度较慢的担忧 这些金属的价格已经大幅下跌 价格下跌影响了矿山建设者筹集资金的能力 而汽车制造商则放弃了为未来供应保障进行的讨论 行业的动荡可能对供应产生长期影响 因为建设新矿山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尽管目前大多数电池市场都处于过剩状态 但预计到本时年末 随着全球经济变得更加环保 将出现供应短缺 价格下跌也使得公司更难以出售矿山或股权 因为汽车行业作为资金的重要来源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股价估值的下降增加了对某些地区的交易兴趣 比如西澳大利亚的理生产商 我不受喜欢 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女选手表示 不给他奥网外卡资格的决定 让他感到个人受到了冷落 澳洲ABC 澳大利亚最高排名的女子网球选手阿琳娜 罗迪奥诺娃未能获得奥网的外卡资格 外卡资格被授予排名较低的选手 罗迪奥诺娃认为这个决定是个人的 源于过去的事件 他对这个决定并不感到意外 并已经准备参加资格赛 但在第一轮就输了 罗迪奥诺娃表达了失望之情 并认为澳大利亚网球协会会为他的失败而庆祝 前男子世界排名第三十三的约翰 尼尔曼也批评了这个决定 表示排名最高的选手不应该被忽视外卡资格 伟大的侧步 激发中年职业转换的因素 悉尼先驱晨报 根据求职平台Seek的一项调查 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计划在2024年改变职业 调查发现有20%的求职者决心在今年改变职业 其中许多人希望获得经济利益48%或改善健康和福祉45% 超过1%36%的人计划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转行 Seek的调查结果与澳大利亚统计局2023年的数据相吻合 该数据显示在截至2月的一年中有130万人占劳动力的9.5% 换了雇主或创办了新业务 改变工作的最常见原因是职业发展 疫情促使许多人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并做出改变 有些人因为必要而找到了新的职业 并发现自己喜欢他们 经济条件也有利于职业转变 高就业空缺使得转行更加安全 更多雇主愿意雇佣经验不那么特定的人 洪水袭击的城镇中 几乎无法获得保险的家庭面临搬迁的问题逐渐浮现 悉尼先驱晨暴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居民 可能面临保险费大幅上涨的问题 因为该地区在过去两年中发生了两次重大洪水 罗切斯特、西摩和伊亚等城镇 在2022年的洪水中受到严重影响 现在又遭受了洪水袭击 迫使居民撤离家园 一些保险公司现在拒绝为这些城镇的居民提供财产保险 其他一些公司则将保费提高了数千美元 澳大利亚保险理事会呼吁扩大面向 极高洪水风险地区的住房搬迁计划 并为洪水防洪低等灾害缓解措施提供更多资金 该理事会还鼓励居民尽快与保险公司联系 开始理赔程序 他认为澳大利亚电动汽车的普及速度较慢 可以归因于对续航焦虑 充电基础设施有限 以及电动汽车的高额前期成本的担忧 Linjen Life补充说 澳大利亚政府需要支持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 并且行业需要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更具吸引力 令人向往的产品 游泳冠军呼吁重新考虑我们教孩子游泳的创伤性方式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Shane Good批评了在游泳课程中 将婴儿和儿童进入水中的做法 Good和他的丈夫游泳教练Milt Nelms认为 进水技术可能会导致游泳者呼吸困难和恐慌 他们认为游泳课程应该侧重于理解身体在水中的自然福利和运动 Good和Nelms开发了一种五分钟游泳课程 旨在提高游泳技能 并延长新游泳者在水中保持冷静的时间 大阪直美如何成为网球界最独特的冠军 悉尼先驱晨报 本文是本由本·罗森伯格所著的关于网球选手大阪直美的传记 探索了他独特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 这本书深入探讨了大阪作为一个多元文化 和多种族的日益海地美国女性的经历 以及他在网球场上的成就 包括在24岁之前赢得四个大满冠冠军 这本传记还讨论了大阪在社会问题上的参与 《卢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运动员的心理健康 文章指出 这本书缺乏一些重要的细节和对大阪生活和职业的深入洞察 但承认它对这项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在 关于卡瓦甲避章的伪善行为已经变得荒谬至极 悉尼先驱晨报评论版 国际板球理事会 ICC 因审查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乌斯曼 卡瓦甲 奥斯曼·奥斯曼·康瓦尔 表达个人信仰而受到批评 卡瓦甲在上个月对巴基斯坦的珀斯测试赛中 带着黑色避章 上面写着所有生命平等和自由式人权 ICC认为这种展示不可接受 因此在体育运动中 优先压制运动员的言论自由而受到批评 卡瓦甲因愿意发生 关注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而受到赞扬 给每个人免费的牙科检查需要多少费用 悉尼先驱晨报 根据提交给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 八个潜在牙科改革方案 澳大利亚的全民牙科计划 每年将花费政府约120亿澳元92亿美元 这些方案包括有上限和无上限计划的选择 由绿党领导的对该国牙科系统进行的调查提出 调查建议政府与各州和地区合作逐步实现全民牙科服务 要么通过扩大医疗保险 要么引入类似的基本口腔保健计划 从优先群体开始 前不单总理的政党在经济困境下赢得选举 国家幸福受到影响 南华早报 据媒体报道 由前总理Charing Topgate领导的人民民主党PDP 赢得了不单的选举 选举主要关注该国的经济挑战 特别是长期的青年失业和人才流失问题 选举中的两个党派都致力于优先考虑人民的幸福和福祉 人民民主党在议会中赢得了近三分之二的席位 而不单天德党获得了剩余的席位 预计新政府将致力于增加不单的就业机会 以防止年轻人离开该国 橄榄球运动员 A.P.A.R.R.T.I.A.R.Y. 因性侵三名青少年而被判入狱 英国独立报 斐济橄榄球运动员 A.P.A.R.T.I.A.R.R.Y. 应承认在他应该在卡迪夫为巴巴里安斯队比赛前几天 在一家酒吧姓侵犯了三名少女而被判入狱近三年 这位37岁的球员在与威尔士队比赛前来到卡迪夫时 袭击了这三名年轻女性 来自北安普敦郡基斯林伯里的Ratini Yaroval 被判入狱两年零十个月 她还被列入十年的性犯罪登记册 并对其中一名受害者颁布了为期三年的限制令 初级医生解释为什么他们要罢工 英国独立报 上周英国的初级医生举行了罢工 抗疫低薪和长时间工作 这次罢工由英国医学协会BMA组织 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 继去年一系列较短的罢工之后进行的 BMA呼吁给予新任医生加薪 认为他们的工资自2008年以来 没有与通货膨胀同步增长 政府拒绝与工会进行谈判 但卫生大臣维多利亚阿特金斯表示 如果医生对谈判有合理的期望 他愿意进行对话 英国的医生纷纷离开国家到海外工作 他们认为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爱尔兰等国家 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条件和薪水 医生们还面临着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内的人员危机 全国范围内缺少5万名医务人员 去年 皇家急诊医学学院估计 由于医院过度拥挤和等待时间过长 多达500人不必要的死亡 职业网球巡回赛正在努力减少比赛时间超过午夜的情况 美联社 女子和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退出了新的赛程安排准则 以防止比赛在晚上11点后开始 除非经过批准 并建议晚间比赛在下午6点30分开始 近年来 比赛的结束时间越来越晚 此外 巡回赛正在进行战略审查 计划从2025年开始增加对使用网球的一致性 以回应选手们对每周更换装备的抱怨 因为这可能导致更多的受伤 在建设悉尼住房的竞争中 什么会留下来 什么会消失 悉尼先驱晨报 悉尼的文物保护措施正受到政策制定者 活动人士 房主和地方议员的审查 他们正在考虑是否需要改变规定 目前的控制措施限制了房主对房产的使用 包括禁止在街道上可见的地方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或空调设备 这个问题由大律师布鲁斯 康奈尔提出 他想在他的帕丁顿家中安装空调设备 但被文物保护规定所阻止 新南威尔士州文物保护部长彭尼 夏普表示 该系统可以更加灵活 特别是为了适应现代技术和该州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 夏普还呼吁对老建筑进行适应性在利用 并对何为文物进行更广泛的定义 据报道 悉尼的伍拉拉市议会已申请在两年内将税率提高22.23% 以资助一项研究潜在文物资产的计划 该计划是他们的一项优先事项 2024年购买房屋的机会有多大 悉尼先驱晨报 2024年 澳大利亚的首次购房者将面临更具挑战性的一年 因为房价上涨 利率和通胀上升 以及租金上涨 然而 随着房价增长放缓 更多房屋上市以及对降息的预期增加 可能会有一些缓解 联邦政府的共同产权计划允许符合条件的参与者 只需支付2%的首付款购房 这可能提供一些支持 然而 专家警告称 该计划可能会提高需求并支撑房价 而不是使住房更加负担得起 澳大利亚在极端右翼抗议活动后 禁止纳粹禁礼和纳粹标志 华盛顿邮报 澳大利亚已经禁止展示纳粹禁礼和符号 违反者可能面临最高12个月的监禁 该禁令旨在防止对与纳粹相关的行为和符号 进行美化或牟利 在几个欧洲国家 纳粹主义的展示已经受到法律限制 但在美国 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允许展示纳粹符号 澳大利亚的禁令是在反对跨性别权益和移民的集会上 使用纳粹禁礼的事件发生后引入的 由互联网和新冠疫情封锁加剧的右翼极端主义的增加 被认为是反犹太主义和反穆斯林事件增加的因素 该禁令适用于公开展示和交易禁止符号的物品 评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后卫 英国每日电讯 在GPR威廉姆斯去世后 因迈基恩爵士称赞他为这项运动有史以来最好的后卫 其他有资格争夺最佳后卫称号的包括 杰森、罗宾逊、安迪、欧文、伯登、巴雷特、克里斯蒂安、卡伦和塞尔日、布兰克 读者可以投票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后卫 帮助建立读者排名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澳大利亚男子网球正在经历蓬勃发展 有八名选手进入世界前一百名 超过了许多国家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澳大利亚男子网球的成功可以归功于戴维斯杯队长莱顿 休伊特的文化改革 他推行了没有混蛋的政策 并在球员中建立了强烈的团队合作一时 这些球员以他们的努力和决心而闻名 他们相互支持 为其他人提供了激励 澳大利亚男子网球正处于一个强势地位 前景光明 另一则新闻是关于英国议员 敦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阻止巴西肉类供应商JBS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是因为JBS的做法 威胁到逆转气候变化的努力 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因为绿色能源转型 对于保护我们的地球至关重要 我们应该支持那些 致力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公司 还有一个有趣的新闻是 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机舍里 发现了一条三英尺长的鳄鱼 这样人们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蜥蜴 但仔细观察后才意识到 它是一条小鳄鱼 这只鳄鱼被捕获并送到野生动物收容所 这只鳄鱼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大鱼 导致了它的异常行为 此外 能源转型金属的价格急剧下跌 给采矿业带来了困境 这些金属的价格已经大幅下跌 这对于采矿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可能对供应产生长期影响 因为建设新矿场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虽然现在大多数电池市场都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 但预计到本十年末将出现供应短缺 这对于环保行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但也可能为某些地区的交易提供了机会 还有一则新闻是关于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尼网球选手 未能获得澳网外卡资格 他对这个决定感到失望 并认为澳大利亚网球协会会为他的失败而庆祝 这引起了一些争议 因为排名最高的选手不应该被忽视外卡资格 这也显示了网球界的竞争是多么激烈 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澳大利亚人 计划在2024年改变职业的趋势 这是一个有趣的趋势 显示了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和职业的重新评估 这反映了经济条件的变化 使得转行变得更加容易 我们应该鼓励人们追求他们真正喜欢的职业 并为他们提供支持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男子网球的蓬勃发展 肉类供应商JBS的争议 一只鳄鱼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机设里 电池金属价格的下跌 澳网外卡资格的争议 职业转变的趋势等等 我们鼓励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